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今天来到了我们大年初五 也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福大家苟年行大运好运旺旺来 今年一整年不管你到哪边都是平安又开心 如果想要出去旅游的话也能够有个很高兴的旅游回忆 今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旅游得意趣 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上学旅游的资深专业领队 徐自艺 徐大哥 上学旅游也是专注于经营德国的旅游团 而为了有最棒的旅游品质 上学的所有的团队都是和当地的业者直接进行接洽 而在台湾上学旅游更是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我们很高兴的资深领队 我们的这个金牌领队啊 徐自艺大哥今天来到空中和大家聊聊 其实徐大哥在台湾当领队的时间也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对不对 今年是第二十一年 哇塞 真的是人生好长的一段时光 然后都是在旅行 而其当中你跟你渊源最深 最深的就是德国了 是的 为什么你这么爱德国 为什么跟德国这么多的缘分在 因为我当年到德国留学啊 所以在那里念完学位 认识了很多德国人 然后就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然后回来以后呢 我从事的工作 大部分时间从事的工作都跟德国有关 是 所以我常想德国几乎是我的第二故乡 太熟悉了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是德国啊 这个说来话长 当时最 我那个年代大家大学毕业都是出国嘛 现在不太一样了 然后那时候我在想 我若去美国 那同样的就是美国的环境这里熟悉嘛 但是之所以没有选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那时候对欧洲好奇跟向往 而且我想可以多学一种语文 然后刚好那时候德国给人的科技 感觉就是他的科技应该是欧洲最好的 是 所以那时候就 毅然前往 就很理所当然的选了德国 就事后也没有让我失望 真的 一直到现在 他都还是跟你深深的绑在一起 是的 但其实你那时候在德国学的是土木 然后在台湾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 都是在禁修跟建筑啊历史有相关的 后来为什么会就是选择了领队成为你终身的职业呢 其实我跟旅游业是原来是完全没有渊源的 我在德国念完书以后呢 我不晓得我这个有没有提过 我在德国念完书以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台湾 我是从德国出发 我背着背包我旅行了28个月 才回到台湾 这之前我已经有大概有9次在欧洲搭火车 每次玩一个月的经验 是 然后等到累积了这些经验以后呢 我在德国念完书 我就把剩下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 然后我就背起背包 旅行了28个月才回台湾 所以就让我很爱上了旅行 而且也累积了一些经验 可是回台湾以后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想把旅游当成我自己的工作 我就想害我前半生的人生 念完书我也旅行过去了很多地方 那我好好做本行 所以我土木工程师 我做了四年多快五年吧 但是老实讲 从中我没有得到乐趣 虽然我有赚到一些钱 因为那时候是台湾土木业最发展的时代 那因为在本行的工作上 我得不到多大的成就感 所以我就转行变成一个专业的译者 因为我想我会德文嘛 那会的人可能不是很多 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做游游业 所以我离开土木业的时候 我是一个专业的译者 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的翻译的字数 可能应该至少有1200万字了 写到现在 这么多 到现在没有停过 所以各式各样的文稿资料 作品全部都是你的翻译范围 是的 然后我常讲当翻译的人 特别是当我们德文这种语言的翻译师家 没有选择内容的权利 你当翻英文的 它东西很多 你可以说我专门翻土木工程 但是我们量不是那么大 我没有选择内容的权利 那这个不提 所以我从结束土木工程师的工作以后 我就变成一个专业的翻译者 但是在当我做那个专业翻译者的时候 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德语导游 恒均你知道什么叫导游 什么叫领队吗 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领队好像需要了解的更多 知识要更原薄 所谓领队是带台湾人出国玩 你这个叫领队 你需要一张领队执照 比方说我带台湾人去德国玩 我做的是领队的工作 我需要有一张观光局发给的那个领队执照 那什么叫导游呢 导游就是带外国人在台湾玩 所以这个叫做导游 所以我要当导游的话 我要在台湾带外国人玩 我需要有一张导游执照 所以我可能当导游的话 我需要就是这个外国语言 然后跟对台湾的清楚了解 但是我对领队的话 我就是要对好多好多国家都要知道了 对它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但是一般人就把领队跟导游混在一起 实际上他服务的对象跟需要具备的资格 就是那个证照是不一样的 是 回到我刚才说 我当专业的议者的时候 有一天我有一个做德语导游的朋友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专门带德国人 在台湾 在台湾玩 他生病了 他不能去带他那个团 所以他找我客串了两天 是 那时候跟你讲也没关系 我那时候是黑牌 我还没有导游执照 我就去带了 就是冲着自己 反正很会说德文 然后又对台湾熟悉 就出发了 对我就去带了两天 结果带了两天 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发现原来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工作 他可以旅行 你看我前面的经历就知道 我很喜欢旅行 第二个他让我有机会讲我的德文 他是我讲的最好的外语 我的德语比我的英语要好很多 所以把你两个爱的东西都串在一起了 对第三个 还有钱赚 我就想说地球上怎么有那么好的工作 所以我做完这两天以后 我就去打听了一下 原来我需要一张导游执照 于是我就去考了一张导游执照 之后我就变成专业的艺者 跟专业的导游两个工作 然后过了一阵子我就想 那我这么爱旅行 然后我老是带外国人在台湾玩 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国家 那为什么我不能带台湾去旅行呢 所以我就又跨境的领队了 这个行业 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现在可以说是我三种工作 领队导游跟翻译 都捡着 对所以我的时间分配 我会不会扯太远 不会我觉得这样很棒 让大家就是感觉就是一路的历程 那我现在一年365天 我大概120天是带台湾人出国 主要是跑德国 尤其近五年几乎都只跑德国 然后另外120天 我是留在台湾 带德国人 或者说讲德语的外国人在台湾玩 另外120天 我待在家里做家事跟写翻译 大概是这样子安排 挺好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会觉得 讲说我生活好像就是 我为了赚钱 然后我就只好忍 就是舍弃掉我的兴趣 舍弃掉我的梦想 其实只要你愿意去找 愿意去想方法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选择的 每个人都可以找出你可以做得开心 又有成就感 然后还可以让你的生活很舒服的工作 真的是这样子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徐大哥在说 我觉得有点很重要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那个成就感 其实是很需要有才可以让你持续的往前走 对 但是我相信你第一次在当导游 跟第一次在当领队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有紧张的经验吧 虽然你现在就是 你真的是业界金牌老鸟了 可是你第一次从台湾带团出国去 德国的那个心情还记得吗 我觉得我一个很巧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带台湾人去德国的时候 当我是看了很多的书 然后我有很多我在德国的经历可以讲 还有我对德国人的了解 这些书上是没有的 但是各位都知道 我现在不会的 但以前是这样 一般领队他都很担心 他都希望客人以为他去过那地方很多次 都要表现出一种老神在在的样子 可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是我没去过的 我虽然在德国住了五年 可是那五年我是在读书 了解 然后我的坐火车旅行 都是去比较大的点 基本上都是跑德国以外的地方 所以我那一次带德国去 我记得很清楚去什么 去新天鹅宝 大家都知道 但是您知不知道新天鹅宝其实两座宝 一座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白色的 路德维希二世国王盖的那个新天鹅宝 另外一个宝 是比新天鹅宝更早之前 是他老爸装修 是装修出来的 是黄色的叫做高天鹅宝 两个宝离得很近互相看得到 但是路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在德文里头那个宝都叫 而我是那辈子我第一次去新天鹅宝 我没去过那是旅游地方 虽然我德国熟德语通 但是我没去过新天鹅宝 其实我不太了解路 然后我又不希望在客人面前做出那种什么 找路的样子 遇事呢 客人听不懂德文只有我懂嘛 所以我就沿路 我就往宝的方向 我认为是宝的方向走 然后我又没有信心 我在沿路问了三次德国人说 往城堡是往这方向走 可是因为城堡两个发音是一样的 结果呢我就到了那个高天鹅宝 跟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一样 我们新生只有新天鹅宝 但是没有高天鹅宝 那客人会不会拿出照片说 导游亲情不太一样了 这是我最糗的一次啊 后来你怎么圆过来的 我就说我多带你们看一个高天鹅宝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那边 但是从这里拍照很漂亮 你很会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危机处理 对不对 可是我后来就学到 领队不能仗着自己语言通 自己对认为对那个熟 你就不做功课 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 如果我隔天要去地方 我没去过 如果时间跟条件许可 我自己先一个人摸黑走一次 所以我 我记得这21年来 我曾经很多次 晚上我自己带着手电筒 先去看看地方 好用心哦 可是就是会希望说明天呈现出最好的样子给顾客 对 而且其实许领队是一个很 做功课做得很足很足的领队 你不只是说路线 你其实对于所到的地方的历史啊 文化还有你本业的建筑啊 其实你功课都做得很扎实哦 对然后所以很多的这个 其实团里面的客人都会觉得 让许领队带团都很不一样 你的最大特色你觉得是什么 基本上我带团 特别是德国的话 我会我会跟他讲 除了基本上该讲的那资料 就是资料是旅游书上 大家都有写的 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客人也知道 但是我跟他们讲 我个人在德国的旅行经验 而我个人在德国的居住的经验 跟求学经验 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提到 另外一个 其实我几乎天天都跟德国人 或德国人有接触 就前面有讲过 一年有120天是带德国人在台湾玩 对不对 所以我对德国 我算是有一点了解了 所以跟跟他们提一些个人的经验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德国是一个很悠久的民族 然后一个很悠久的国家 应该说是德意志民族 是一个很悠久的民族 所以他有出了很多历史的名人 那我代表我喜欢把这些历史的名人 不管是古代或现代的 跟我们去的地方做一个串联 像是会怎么样的去串联 比方说我们的行程 像我最常带的行程 我们会去莱比锡 会去德勒斯登 会去拜洛伊特 是 会去柏林这些地方 那就有一个人叫做华格纳 很著名的音乐家 对华格纳大家都知道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说华格纳他实际上是在莱比锡出生的 然后 他的妈妈为什么会又带着他跟他的妹妹改嫁 那改嫁以后为什么他的继父又带他到什么 德勒斯登 所以在莱比锡的时候 我就可以讲华格纳在莱比锡这一段 到了德勒斯登 你会发现华格纳这个人还是跟德勒斯登有密切的关系 这次华格纳居住过地方我也带他们去 那他在那里念完书 在那里找到工作 后来为什么在德勒斯登他又待不住 他又跑去巴黎 他又跑去伦敦 他又躲到波罗的海山小国去 那之后他为什么又会认识路德维希二世 然后为什么又会居住到拜洛伊特 这些所有的地方 我们带客人去所有地方都跟名人有关 所以我是用名人把这些地方串起来 而且莱比锡不是只有一个名人 莱比锡还出过谁 出过哥德 少年哥德在那里念过书 然后呢 莱比锡也跟华格跟那个拿破仑的一生 有很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 各位都知道华格纳那个人 他出来的时候是打骗欧洲无敌手 所以欧洲国家就全部联合起来 叫做反法同盟 反法联盟 全部国家合起来打他一个国家 总共组织了七次的反法同盟 前面五次都被拿破仑打败 整个欧洲跟他打了五次 都是拿破仑赢 第六次就是拿破仑第一次失败 就是败在莱比锡 很多人台湾人你不跟他讲 他不晓得到了莱比锡 原来是华格纳第一次打大败仗的地方 拿破仑第一次打败仗的地方 拿破仑第一次在那里败 败了又被流放到一个小岛 但是隔了很短的时间他又回到了巴黎 他又复辟了 接着呢 拿破仑复辟 于是欧洲又合起来 组织第七次反法同盟 又把他打败在哪里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花铁卢 大家都只知道他败在花铁卢 花铁卢之意 可是不晓得前面的事情 没有第六次反法同盟就不会有第七次 像这些都跟莱比锡有关 还有一个人叫做莱布尼兹 这个人跟牛顿又有扯上关系 跟维基分的发明又有扯上关系 所以其实一个城市他就有好多好多的 有这么多的内涵可以讲 对因为他的历史悠久 然后是因为他的环境得天独厚吗 怎么这么多名人都喜欢待在这个城市 我个人觉得应该说是德意识民族得天独厚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 加上他历史的积累 那如果说你带客人去 只是让他看到一个现代化的莱比锡 你不晓得原来有这么多名人的足迹 然后这些名人的足迹 不只是当茶余饭后 他还形塑出现在的欧洲 你看拿破仑 如果历史上有拿破仑跟没拿破仑 现在欧洲一定是不一样 差好多 对不对再加上一个哥德 哥德跟莱比锡有关系 跟很多地方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去的地方 基本上我是用名人把它串起来 所以每一天有不同男主角 像到了后头那几个宝 路德维希尔就是男主角 可是这个男主角跟华格纳也有关系 他们之间都有交错的关系 后来希特勒也出场了 所以这些都有关系 希特勒跟他们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在呢 这一言难尽呢 如果问你约一千我等一下可以讲 然后呢 我还把中西结合在一起 像毕斯迈也是我们路上讲一个重要的 铁血宰相 从柏林就开始讲 为什么他叫铁血宰相 什么是铁是什么是血 他发动了几场 他发动了三场战争 把德国统一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他又会变成欧洲和平的维护者 然后呢 为什么他又到了巴登巴登 我们行程有去巴登巴登 到了巴登巴登 德国的一个温泉乡 跟毕斯迈从地缘上 或者说完全没有渊源的地方 为什么你到了巴登巴登 会看到毕斯迈的乡处立在那里 为什么 这些都有关系 所以你会让客人觉得说 我们带他去每个地方是有机体的 他发生的事情都讲给他听 比方说刚才讲的那个希特勒 他跟华格纳的关系 基本上希特勒是他想当个画家 但是后来因缘际会 他没有当成画家 反而变成一个魔王 可是呢 在他任内 他大力提倡华格纳的音乐 像华格纳 他有拜 德国有一个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叫做华格纳音乐节 老希在战事还没吃紧的时候 他年年都一定要去那里朝圣 那为什么 他跟华格纳有那么深厚的关系呢 实际上两个人 华格纳过世的时候 老希应该是还没出生 对不对 时间点上 时间点上是完全不符的 那有那么多音乐家 为什么 希特勒独尊华格纳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跟他讲 哇 因为其实像刚刚 我觉得就是 许导游跟我们说的 许领队跟我们说的 这一些的故事 大家都觉得 好像我在历史上面 懵懵咚咚咚 都有听到一些 这些的名词过 但觉得 离开学校了 书本放下了 这些文化 这些历史 好像此生于我 无瓜葛 这个考卷考完就过了 但其实我觉得 人类之所以 会变到现在的人类 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会有现在的这些风貌 以前的点点滴滴 都是很重要的足迹 他可能少了这场战役 没有这个人出现 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所以当我们会在想说 我们未来该是如何如何 其实你过去 如果你能够 很清楚地去了解 会对于你的未来的下一步 你自己是更知道 这一步会踏得更稳的 对 世界其实是一体的 是 而且很好 很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到了欧洲 他没想到说欧洲跟中国 也是可以扯在一起的 这又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比方说 毕斯迈跟我们的那个谁 李鸿章是有关系的 这么远还可以扯在一起 然后那个威廉二世 有没有 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皇帝 跟中国也是很有渊源的 这些都可以讲 所以我真的觉得 参加徐大哥的团 你完全就是一个 非常深厚的历史之旅 不是我只有拍照 打卡上船 跟吃一些美食 比欧夜这样子 你是 当然美食我们也会带你去 这是一定要的 我们安排产品都不错 所以你不只是肚子温饱 你这个心灵也都有富足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待再回到 走吧去旅行 邀请来到 上选旅游的 资深金牌领 对徐自一大哥 和大家分享更多 他旅程上的精彩 欢迎再度回到 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今天空中很高兴 为您所邀请到的是 来自上选旅游的资深领队 徐自一徐领队 上选旅游呢 专注于经营德国 而为了掌控 最棒的旅游品质呢 所有的团体 都是和当地的业者 直接进行接洽 而上选旅游 更是在业界享有 专业德国的封号 今天呢 很高兴上选当中的 资深金牌领队 徐自一大哥 亲自来到空中 和大家分享哦 这个关于领队的 点点滴滴啊 其实当领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尤其刚刚这个 徐大哥跟大家介绍 我觉得哦 你们每一个人 对 我不到其他人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 徐大哥对于历史文化的 深入了解之透彻 真的是非常不得了 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还有跟我们聊到说 原来李鸿章也跟德国有关系 这个关系是怎么扯上的啊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在德国 我们会讲毕斯麦嘛 是 讲他的攻击 还有他统一德国的事迹 因此毕斯麦这个人 从头到尾 几乎都跟我们在一起 那当我也希望说 把东方跟西方结合一下 后来我去查 原来毕斯麦有个外号 他叫做东方的李鸿章 哦 所以他不只是叫铁鞋宰相 可是李鸿章有这么铁血吗 为什么必会被叫成东方的李鸿章呢 李鸿章没有资格铁血 因为慈禧太后跟光细皇帝都不支持他 可不是吗 但是后来我去一查 发现原来李鸿章章居然有个外号 叫做东方的毕斯麦 而毕斯麦叫做西方的李鸿章 所以我想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关系 后来我再一查 发现两个人还认识了 哦 这么有趣 李鸿章曾经代表 大清帝国 到欧洲去做国事访问 那其中有一战 很重要一战就是德国 因为他那时候非常羡慕德国 为什么 变成一个德国最 他那时候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富强的国家 不管是军队还是那个工业生产能力 都超过英国跟法国 是 那而李鸿章搞洋务 搞了几十年 他一直希望中国富强 但是结果呢 你看二十大 那个假如战争败那么惨 是 因此他一直很希望有机会 当面跟李鸿章请教 跟毕斯麦他们请教 对 跟毕斯麦请教 于是呢 他又利用到德国去访问的机会 他当然他先去觐见了那个 觐见了威廉二十皇帝 是 在柏林 看完了威廉二十以后 他又到汉堡 那时候 那时候毕斯麦已经下野了 他已经被威廉二十赶下台了 他在汉堡赋贤在家 种花养草的 所以毕斯麦去拜 所以李鸿章去拜访他 所以就有这一段 所以我会把东西方这一面 都串联在一起 串联在一起 而且听说我们这个李鸿章还是 华人世界 那个东方人中第一个叫X光片的人啊 所以有一段趣事 各位都知道甲午战争嘛 那甲午战争打败了以后呢 清朝就派李鸿章去 去日本谈核嘛 那在这谈这个条件的过程 在核谈的过程中 李鸿章被那种日本的激进派暗杀 暗杀 结果就有一颗子弹就卡在他这个眼睛 眼睛的上面 骨头里头 那日本医生不敢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因为怕那时候手术技术也不是很进步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X光机 所以呢不敢取出来 因此我们这李鸿章先生 他就一辈子带着那颗子弹 就卡在那边了 那后来呢他不是代表大清帝国 先去俄罗斯 然后再去欧洲去了好几个国家 后来还跑去美国 他就带着这个子弹啪啪走 然后到了柏林的时候 他去觐见那个威廉二世皇帝 威廉二世皇帝就是后来发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德国皇帝 也就是把德意志帝国给玩掉的那个皇帝 然后威廉二世就很关心他的身体 然后就跟他说 听说你有一颗子弹卡在眼睛里头 他说对 所以他卡子弹世界已经世界知名了 然后威廉二世就说 那帝国最近发明了一台X光机 可以看到你骨头里头 那颗子弹的情况 你要不要我请大夫帮你看一下 那李鸿章当然高兴了 于是德国医师就用刚发明的那个X光机 替他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很清楚地看到那个子弹卡的深度跟位置 后来德国医生判断结果 还是建议说不要取出来 你就放着吧 和平相处 对 所以李鸿章是带着那颗子弹进棺材的 哇 因此我就说李鸿章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名人 中国名人 对 原来还有这一段有趣的渊源 所以就很多事情其实可以凑在一起讲 是 那这加深你对德国的印象 没错 就觉得又更串联更靠近在一起了 那其实像许领队明白了解这么多的历史 听说有一次你亲自就带到了一个历史老师了 其实我带过好几次历史老师 然后这些团员都是到最后要结束 才跟我说许先生我是历史老师 当中心脏我会不会紧张了一下下 我会紧张啊 有一个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历史老师 他是退休老师 我记得他是高中历史老师 他说许先生谢谢你在路上讲了那么多的 他先表明他是历史老师的身份 我一定吓一跳 因为我讲一堆历史 我在讲会不会哪里讲错 他说谢谢你讲那么多 然后解答了我一个几十年来的困惑 他说这个困惑从高中到现在都没有解答过 是什么 我说什么困惑 他说我知道希特勒非常捧华格纳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说但是你在路上跟我们讲希特勒 跟我们讲华格纳 我才了解为什么希特勒要那么捧华格纳 因为他们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是对不对 他们的出身什么都没有交集 是错开的 所以就是终于恍然达 而且有时候有时候这个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完的 你们要冲间去了解两个人的背景 两个人喜欢的东西 然后互相可能虽然隔着不同的时空 但是有相似的点在 你才可以豁然开朗说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是 那其实徐大哥不只是说带很多台湾人到德国去深度旅游 你自己也有带德国人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也会找你 听说这个德国人还蛮喜欢台湾的 是啊 我带过德国人几乎对台湾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尤其是那种去过好几个华人社会的德国人 比方说我所谓好几个华人社会就是说 这个德国人他可能去过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都是中国人嘛 然后呢他去过香港 他去过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体的 然后第四个他再来台湾 特别是那种做过这些比较人 都对台湾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那就你的观察你觉得德国人喜欢台湾哪些地方 我的观察是我的解纳 第一个他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和谐的社会 当我们的国会乱象他是没有 新闻也是很精彩 第二个 第二个台湾是一个很方便的社会 方便是说交通上面吗还是 交通方便 然后呢生活机能方便 比方说光是一个7-11 他们几乎都会票选7-11 或者是全家这种便利电视 他们对台湾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走几步就有一家 然后24小时迎接你 对这方便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有一次有德国人问我说 我晚上睡不着想喝啤酒怎么办 我说你到7-11去买 旅馆旁边就有一家 然后就有人说 我要影印的话怎么办 我说你到7-11去 然后他说我凌晨两点下 他们后来变得有点 觉得我什么都推给7-11 他们就越问越怪 结果说我凌晨两点要影印怎么办 我说你去7-11 24小时开 24小时开 结果他们就问出一堆问题 我要雨伞怎么办 我要买邮票怎么办 我说7-11 所以有一个人有点生气了 他说我的眼镜坏了 我需要三秒焦 各位知道三秒焦吧 7-11 对 他说我需要三秒焦 去黏我这个眼镜 怎么办 他说你不会讲7-11吧 我说没错 他就有点生气了 结果第二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经过7-11的时候 我说先生你进来 我带你去买三秒焦 结果我们就进7-11去 他不但有三秒焦 还有两种不同品牌的三秒焦 给他选 德国人才佩服 真的 原来7-11跟全家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便利商店真的太便利了 还有一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 是什么 上洗手间太方便 洗手间 我们洗手间又多 到处都是 然后呢 还免费 对 你如果到德国去到欧洲 你会发现要找个洗手间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且你找到了 还要付费 像德国上一次洗手间 要五毛钱到七毛钱 欧元 哇 你说差不多 你要差不多 是 差不多将近20块台币吧 对不对 20块到25块台币 台湾洗手间又多又好 又便宜 而且大部分也都是干净的 另外当然有个秘诀啦 我们导游都知道哪个洗手间干净 哪个是脏的 我们都带他去要干净了嘛 对不对 这些还有台湾的清洁程度 他们觉得台湾是一个打扫的很清洁的国家 你仔细去看我们的风景区 还有大街小上 基本上相当干净 另外一个就是地铁的干净程度 可能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 这么厉害 然后好像我们的安全度也是很高的 可能您不知道台湾在 台湾是根据调查 台湾是对旅行的人来讲 全世界第二安全的国度 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是身在府中不知府 有时候晚上回家 你真的也不会太紧张干嘛 觉得也还好 但说真的有时候去国外旅游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要注意 尤其是做过比较的 比方说台湾人不会乱丢垃圾 我碰到过一个小学老师 他去过所有华文地方都去过 有一次他结束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台湾人是怎么教小孩子 不丢垃圾 因为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垃圾就是要放在垃圾头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是不是咱補兜了 所以我给他回答就说 因为我们父母亲在外头就不乱丢垃圾 所以小孩自来回来就不会乱丢垃圾 真的身教重于言教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待再回到走吧去旅行 哈喽大家好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不知道过年假期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哪里走走逛逛呢 今天空中很高兴为您所邀请到的 是来自上选旅游的资深金牌领队 徐子义大哥 而上选旅游呢 更是专注于经营德国的旅游团 为了掌控出最棒的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都是和当地的业者 直接进行接洽 在业界呢 也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今天很高兴哦 徐领队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刚说了很多他这个带团的经验啊 还有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徐大哥 真的在所有的景点啊 历史文化上面的功课下得非常的足 哇感觉可以这个跟到徐领队的团 一定非常的幸福 这一趟旅行真的是超值的 在心灵上啊 在这个胃口上面都吃得很开心啦 那其实像是 徐领队这么多年的经验 二十几年了 你觉得从以前你刚开始入行到现在 有没有国人旅游德国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说旅游欧洲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带的最多是所谓的多国团 多国团 比方说十二天去八国 太多了吗 这个怎么走 十八天去二十二国 反正天数跟国数就差不多相等 那带到后来我就 我就常常问 我后来常常得回答一个问题说 徐先生我们现在在哪一国 都忘记了 晚到后来他连他身在哪一国都搞不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而且那时候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那时候不像现在整个欧盟都免签证 我们每次进出关卡也都会浪费一些时间 所以这个交通又花时间 然后签证又花时间 所以后来台湾我是觉得就慢慢进化 后来就变成单国之旅 后来我带的慢慢就变成单国之旅 比方说德国单国 英国单国 法国单国 意大利单国 或者说两个比较小的国家合在一起 比方说奥地利捷克 或奥地利瑞士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更 这几年我观察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他除了单国以外呢 他又变成深度 就是强调说 我除了去的国家少 只有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 另外一个是行程上 他安排的越来越深度 不管是餐饮方面的安排 以前是有饱就好 从中国餐馆 那现在是我们希望吃当地的餐 特色餐 而且是当地有特色的餐 然后去餐馆的地方也是这样子 就是深度越来越深入 而且对领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以前领队就是说虚寒问暖 然后客人有吃饱 你刚才就过关了 现在领队 你除了要处理突发状况以外 你要能够讲解的深入 这样子 客人对资金上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是我观察到的趋势 甚至说我们现在一个国家都可以分什么 分两次去或甚至三次去 比方说像德国 它的南部跟北部 不管你从历史上或人文上 还有很多各种风貌景色 其实都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这几年我还观察到 有人去德国 他也不要一次全部去 他第一次可能重点放在南德 第二次再去北德 是 这样他可以对德国有更深入的了解 就一去再去 不是只是说点一道 其实就像你看我们身在台湾 你说要把台湾玩透透 不可能是什么三天五天的事情吗 何况德国又更大了 所以真的深度旅游 其实也是现在旅游的一个趋势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跟我们团体行程 可以说是越做越精细 但另外一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说有些客人 他会要求他的自由度要大 所以才会有团体自由行 这种东西出现 就是跟着团 可能到达当地 然后我还是有时间 可以自己去规划的 对 那像这个弹性是怎么样去拿捏呢 我觉得应该说是 不同属性的客人吧 他适合 或者说他喜欢团体自由行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 我们团体 中规中矩的团体行程 有点拘束 是 就时间到就在这家餐厅吃饭 然后几点出发 然后都是一家 都是一步巴士 对不对 然后但是 对于喜欢挑好的行程 走精致行程 然后餐饮什么 都帮他安排的好好的 然后有好的领队 跟他解说的人 他又会觉得团体自由行 第一个他可能会有点怕 第二个可能他觉得说玩的不经济 我所谓不经济是说 时间上不经济 就是说我们规划的好的 很好的行程 可能我十天可以去很多的地方 而且高明的行程是说我十天去了不少地方 你会觉得说我每个地方都有足够的时间 而且我要休品 我要做什么 也有也有时间 这是安排的好的行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不同的需求 是依照每一个人 所以比如说像有的人 如果觉得我可以就是自己背着背包走 那当然就是去自助 但是如果说是你觉得想要说 我有多一点自己的弹性 可以去安排我自己的想要走的路线 但是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 我又希望有个领队 有个团体可以就是有安全感的话 就可以选择像是团体自由行的方式去进行了 对 我刚才要讲的忘了讲 就是说你习惯参加那种团体 然后很精致行程 很深入行程的人 可能不是很适合参加铁道自由行 因为你会觉得说 你自己走错路走冤枉路 或事物所花的时间会比较多 而你如果跟到那种 我们行程规划的很好的 你不会觉得玩得很紧迫 但是实际上 你可以在短时间里头了解很多 看很多 那团体自由行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是 哦 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选择 而其实呢 像大家可能会想说 欧洲什么时候适合去 德国什么时候适合去 其实 每次去好像都有 每个季节去都有不一样的风貌在哦 德国是一个世纪分明的国家 是 所以每个季节我觉得都值得去 像冬天的国王湖跟夏天的就不一样 秋天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赞的景色也随着季节不停的在更迭 但是 让你放慢脚步深度去感觉 其实每次去都有不一样的体悟在 值得一玩再玩 今天空中呢 很高兴邀请到我们来自上选旅游的徐自豫领队与我们分享呢 带着团过程当中许多精彩的点点滴滴 也希望呢 你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出去走走 我是恒君 那今天很高兴呢 我们的领队来到空中 谢谢徐领队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咯拜拜